最近網上很流行這些加熱飯盒 適合公司沒有微波爐 或者不喜歡用微波爐的讀者用 今天就讓我們率先幫大家試試有沒有福 整個加熱飯盒都很簡單 一定要插電使用 然後在盒子旁邊有一個按鈕 打開飯盒 裡面有一個容器 一拿開這個位置其實已經是加熱的位置 還有它有一個膠蓋 可以讓大家蓋住然後放進冰箱 雖然它是可以搏APP用的 但只用機身的這顆按鈕都可以控制它發熱 至於這個容器 最大的容量是650毫升 現在就讓我們加入650毫升的水 看看它加熱要多久 在未加熱之前水溫大約28.6度 加熱是一定要蓋上蓋子才會開始加熱 否則它就會保持閃燈 再把它轉為紅燈才會開始加熱 大約8分鐘左右它就轉為綠燈了 看看現在的水加熱成怎樣 其實它是沒有熱到出煙的 看看多少度 加熱之後它由28.6度上去差不多42度 即是其實是加了10多度 還有我用手碰碎的水大概好像洗澡水一樣熱 加熱的情況好像一般 但是它始終都是用來加熱成物的 現在我們就準備了一盒飯盒 看看它能否碰到 我們的飯盒本身是在冰箱裡拿出來的 所以飯本身就比較硬 而且把它放進化熱飯盒裡的時候 很明顯是不太擺放的 那駁掉了App之後 其實它會增加很多功能 吸收飯盒之後 它即時就會告訴你現在飯盒的溫度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用了 你也可以將它預算在之後的時間才開始發熱 我想用85度去加熱 是一個大大小的飯盒 快熱 32分鐘之後 我的飯盒就可以吃了 等了漫長一半小時 它說我的飯盒現在可以了 打開它看看 咦 OK 出煙的 咦 有煙的 熱辣辣的 看看有沒有黏底 沒有 沒什麼 OK 剛才大家都看到我的乾真真的飯 現在都變了 OK 效果也不錯 就是 這些飯盒也軟熟 又不會很乾的 試一下我面前的叉燒鹽 咦 熱了 有些辣口圈 這個情況比我想像中是好一點的 因為我本身也很擔心它會不會太熱 但現在我覺得它也挺熱的 但它加熱的時間真的太長 而且價錢也不算很便宜 變相比較適合公司沒有微波爐 而且真的不喜歡用微波爐的人用 好了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